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因为在我们的一生的年代当中 我们知道你的爱都与我们同在 恳求你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来赞美你 让我们在你的爱中自由的赞美你 自由的享受你我们的恩典 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温暖的太阳 光照着我们的辣地 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甘霖 撕下雨水润泽我们的大地 谢谢你,恳求你的爱就如同大阳一样 湿湿温暖我们的心 恳求你的爱就像大雨润泽我们干渴的心灵 在我们的一生的日子当中 我们都要紧紧的跟随你 让我们永远都在你的爱中 享受成为上帝子女的福本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每一个地方 都可以来敬拜赞美你 我们在你的圣殿要来敬拜你 我们的青少年谈期 他们在圣经学院 他们也在那里敬拜你 恳求你不论我们在何处 不然属于神的子女 我们的心都要淡淡的仰望你 恳求你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 恳求你我们将今天的聚会 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 恳求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也透过今天承传到他的口所要讲的 恳求你家庭给他智慧跟力量 愿他的话语从圣灵来得到力量 也直接的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的心结出好果子 就如同我们在圣经上所看到的 虽然这些文字我们未曾看过 实际的发生的状况 但今天我们一听见 我们的心就要相信 我们一听见 我们的心就要相信 恳求主让我们得着 敬艳祢的荣耀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这样祷告 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接下来来看今天的 神的话语 我们要看圣经是记得在 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我们投影片上面有圣经节吗 有圣经节 好那因为呢 今天的经节呢 比较长 所以邀请了我们每一个人 都一起来开口来读 今天的圣经节 那我们的圣经节呢 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 姐妹呢 读偶数节 好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节 是记得在新约马可福音第二章 一至安子的圣经节 第一节我们请弟兄来讲 第一节过了几天 耶稣又回到家买农 他在家的消息传开了 许多人聚集 屋里挤满了人 连门前也没有空地 耶稣向他们讲道的时候 有四个人抬着一个 瘫痪病人来见耶稣 我们请姐妹 因为每人说 他们的话 把他们抬到耶稣面前 于是在耶稣所在之处的屋顶上 拆开了一个洞 然后把病人连拥到 所躺过的股子 垂了下去 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 就会让他们的病人说 孩子 你的罪 你的罪 蒙赦免了 弟兄 有几个经学教师坐在那里 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竟敢说狂妄的话 除了上帝 谁有赦罪的权呢 耶稣立刻看穿他们 在转些什么念头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有这样想法呢 姐妹 我们一起来读 我吩咐你 起来 拿起你的路子 回家去吧 那个人 起来 立刻拿起路子 在大家注视下走出去 大家非常惊奇 颂赞上帝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是的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今天听见 我们就要相信 今天我们的主理 是我们的诚信者传道 传道今天所要讲到的题目 是经验主的荣良 把时间交给传统